公元412年5月的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 让宁静的印度洋变得危机四伏 不过在这惊涛海浪里 竟还有一艘单薄的海船 迎着风雨向遥远的东方艰难航行 在这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面前 船上的所有人只能遵循一种传统而有无奈的方法 那就是放下船帆向自己的神灵祈祷 把命运交给不可预知的未来 在精华而杂乱的祈祷声中 一位平静而安详的年老僧侣 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没有祈祷 更没有惶恐不已 只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 来传递内心的安宁 因为这位僧人早在13年前 就将自己的生死置身度外 他现在信中最大的牵挂 就是这身后的经书 如果这些珍贵的典籍 与他一起葬身大海 那么东方故国的僧徒 还要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经历更多的迷茫 但是他却不知道 一个比暴风雨更加可怕的灾难 即将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此时 风暴中的海船 已彻底失去了控制 信奉婆罗门教的客上们认为 这个笃定的佛教徒 可能就是这场灾祸的源头 是不是该把他扔下大海 作为祭祀的供品 以便求得海神的宽恕呢 人性的丑恶带着死亡的气息 笼罩在船舱之内 这位名叫法显的僧人 无法猜度自己胜于死的未来 唯有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我不顾艰险 知有所存 只生死于度外 就未达成这万一之希望 结束了 麻烦 中文字幕志愿者 19337年 中国北方的后兆王朝立国18年 在这个新兴国家统治下的平阳郡五阳 一个婴儿诞生了 平阳郡五阳 位于今天中国的山西省长治市湘元县 而法显就出生在湘元县的龚家庄 据古籍高僧传记载 法显的俗家姓公 父母都是当地普通的农户 新生的孩子给这个贫寒的家庭 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以先后失去三个孩子的公式夫妇 将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幼年的法显身上 然而幸福的生活总是如此短暂 贫穷的家境 让法显自幼便体弱多病 三岁时一场可怕的疾病降临在她的身上 面对法显的病症 公式夫妇请来的郎中束手无策 看着奄奄一息的发现 两人痛苦万分 可是生机又在哪里呢 远方佛寺的终生 给了绝望中的公式夫妇 一个新的启示 山西湘元县境内 至今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圣地 名叫仙堂寺 此寺以山石而建 泉水萦绕 环境清雅幽静 据湘元县之记载 仙堂山初有寺庙时 曾有一位名僧高人 在此剃渡授 之后悄然隐去 虽然今天我们并不知道 那位高僧是否就是日后 红发万里的法显 但正是在这所 巍峨庄严的寺庙内 让激进夭折的幼年法显 有了深的转机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里 人们时常把现实 无法完成的希望 寄托给宗教神灵 来为之实现 带着最后一点期望的公式夫妇 将病中的法显 送进仙堂寺 此时他们心中 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让这个孩子 在菩萨的庇护下 能够健康成长 从此无病无灾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 古代印度 由释迦牟尼创立 释迦牟尼也被称为佛祖 或者佛陀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 古印度的佛教 就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地区 公元前一世纪 汉武帝开辟了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 中亚和中原的交往日渐频繁 西域僧人也不断来到内地 弘法传教 不过佛教传入中国初期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在本土盛行儒家学说的情况下 一直流传不广 然而 这种文化上的垄断 很快就被公元四世纪的社会大动荡 所打破 公元四世纪的中国大地 是历史上最为苦难多揣的时期 随着西晋的灭亡 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 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 一时间中国的北方雪火纷飞 生灵涂炭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 百姓寻找不到现实中的希望和光明 佛教作为一个追求因果轮回 向信徒许诺来世幸福的宗教 正好在精神上 解脱了大众心中无尽的痛苦 于是在民间 佛教也迅速传播开来 年幼的发现 就是在这样一种宗教氛围下 来到寺庙之中 这个因为病重祈福 而出家为僧的孩子 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鉴于记载被送入寺院的平民子弟 公元340年 年仅三岁的发现 在湘原的仙塘山 替渡出家 成为沙弥 正是踏入佛门净土 此时的发现 不仅完成了世俗向修行的转变 更获得了自己生命的重生 在古代中国 医学与宗教乃至巫术之间 总有难分彼此的关系 医学利用宗教的精神作用治疗 宗教利用医学的医药知识传播 同时传承了中医学术 与古印度医学的佛教寺院 治好了发现的疾病 呵护着他在寺院里健康成长 而年幼的发现 在这个庄严肃母的殿堂里 似乎也寻找到了自己 不曾有过的快乐 在仙堂寺的陈中木骨下 发现逐渐长大 而学业也日益精进 此时 虔诚的信仰与执着的信念 已成为他心中最为坚实的力量 不过多么安静的修行 也抵挡不住外来城市的喧嚣 公元354年 发现17岁时 后兆王朝覆灭 一时间 中国北方大地杀戮四起 惨烈的乱世宛如人间地狱 发现的家乡也无法幸免 当时的佛教寺院 普通僧人们 不但要沿袭高深莫测 晦涩难懂的经文 也要下天劳作 维持自己的生计 因为这些粮食 是一个乱世里 生命延续的唯一保障 但是 也正是因为粮食 让法险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 一天 仙堂寺的僧人在田间收割庄稼 一群从战乱地区流亡而来的难民 想要抢夺这些粮食 其他的沙米都惊慌失措地逃走 而唯独年轻的法险流了下来 佛家慈悲 佛家慈悲 而得到的惩罚 如果再行抢劫之恶行 来世的遭遇 只会更坏 发现的话 让难民们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他们在这个青年僧人面前 放下了抢来的粮食 默然离去 因果报应 是一个简单的佛家理论 但却能直接调动人们 对未来的希望 从而约束现实行为 纵然是暴民匪徒 心中仍有足以让他们 悬崖勒马的善念 这让法险再次感受到 佛法神奇的力量 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 年少的法险 对佛法禅机 惊人的感悟 还有一个伟大探索者身上 所必备的素质 那就是 过人的胆识 公元357年 法险年满20岁 接受巨祖戒 正式成为 受持250戒的比丘僧人 寺渊的生活 潜移默化着法险的精神世界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 正是佛家的戒律 所谓戒律 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针对僧团集体 所制定的纪律规定 这是约束僧侣的行为准则 为信徒的修行 基于现实的指导与修正 戒律 延伸到僧人生活的各个角落 佛家提倡 过五不识 这过五的概念 在戒律中就被细化到 阳光过了正五两根手指宽的地步 在仙堂寺修行的法险 始终把佛教戒律 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内容 虔诚遵循着自己心中的规则 严谨遵照每一条律法 在清灯古佛的陪伴下 法险在仙堂寺这一方天地中 一待就是数十年 今天相远仙堂寺附近的山壁上 有一个小小的石洞 据说这里就是法险当年下坐的地方 所谓下坐 是佛教徒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每年夏季的三个月都安居不动 静心研究学问与坐禅 法险就是在这样一个方寸之地 度过了大约三十个夏季 约占他整个人生的十分之一 这是一种自律到严苛的修行方法 但同时又是十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正是这样的修行将发现 从一个身体柔弱的僧人 练就成日后那位生命力无比旺盛的伟大旅行家 此时 仙堂寺外面的世界又经历了数次的王朝兴提 这时统治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 是低族人建立的前秦王朝 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完全统一了整个北方中国 公元379年 前秦统治者福建 派大军攻下了东晋的军事重镇 襄阳 关于这场战役的目的 福建用了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 唯得一人伴儿 这一人就是当时中国首屈意志的高僧 道安法师 公元381年 道安在前秦国都长安五重寺开始降学 弟子迅速扩张到数千人 在福建的权力支持下 道安召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 既包括天主西域的外来僧人 也有本土高僧 他们均由道安亲自指导 拣选佛经进行翻译 并对所义经典详加教定 一一作序 共一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 约百余万言 这一切不仅极大的扩充了汉译佛教经典的数量 也让长安渐渐成为整个北方中国的佛教中心 道安主持翻译的佛教经典 对于一心求法的法险 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而长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无数汇聚于此的高僧大德 更让法险心神望之 长安已成为年近五旬的法险心中最为理想的修行之地 这是法险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他终于踏出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 向着西面的长安远去 也许临行前的法险 对家乡故里还有些许的留念 但是虔诚的信仰 却为他指明了前路的方向 这位未来的伟大旅行家 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之旅 壮丽的长安城 辉弘的五重寺 让初来乍到的法险惊叹不已 但最让他满足的 却是能够亲身聆听许多高僧大德的弘法 这是当时一个僧侣修习佛典的最佳方式 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道安与法险有过任何交集 但是道安所引领的佛学之风 给了法险极大的开悟 并将它引领到一个新的世界里 在长安十余年的时间里 法险变访了几乎所有来到这里的著名僧侣 自己还滋滋不倦地研习各种佛教经典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比丘 成为生名赫赫的有为高僧 初三藏积极 曾这样称赞此时的法险 智行明明 遗鬼整肃 不过随着佛法的精进和信徒的增多 并没有让法险得到自己期许的快乐 反而时常感到一丝忧虑 随着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广 佛教信徒此时已遍布大江南北 并开始出现许多规模庞大的僧团组织 但是如此众多的僧人 却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 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法险生活的年代 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戒律 并不齐全 再加上翻译的曲解 对滤脏的误读层出不穷 许多僧团为此都争论不休 作为当时佛教界的大师 道安曾为自己领导下的僧团 制定了僧尼规范 使僧人团体的宗教仪式 日常生活 以及僧团间的纠纷解决 都有了统一的制度可循 然而这部僧尼规范 毕竟是以不完备的戒律为蓝本 缺乏权威性 很难在数以千计的寺院僧团中推广 本土佛教的自我完善 似乎到了一个瓶颈 这些成千上万僧人组成的僧团力量 时常因为律法的缺失 在一片迷茫中 失去自己发展的方向和修行的目的 公元390年 后燕王朝的豪强无助 率众叛乱 立僧吕法长为皇帝 以佛教做幌子 裹挟十万百姓信徒 祸乱河北一带 随后数年里 类似的大小判断层出不穷 讲究慈悲的佛教 非但没有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 反而给世间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这一切就是滤藏缺失的后果 发现多年严谨的修行生活 使他成为一个心智坚毅 恪守戒律的虔诚僧人 当时佛教的混乱状况 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而这些疑惑却又无人能够解答 佛祖所说的滤藏在哪里 完整的戒律又是什么 我被僧人该遵循何样的方式修行 据高僧传记载 这时的法显时常感慨戒律的缺失 并立下红室大愿 想要寻求最完整的佛家律法 因为在法显心中 这是一个使命 一个虔诚的信徒 所应当担负的使命 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已找不到任何答案 都说佛祖有五百条戒律 不知为什么还不来到中途 戒律不全 将是佛法无从发扬光大 该怎样才能习得律法 心只有度呢 或许原起原灭 滤藏就在佛祖的家乡 这一切都要用心和生命来寻找 这是法显的一个梦 因为在现实中 法显的困惑已无人能够解答 不过也许正是在这冥冥之中 法显隐隐感觉到 有一种奇特的力量 正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自从西汉 张浅初始西域 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 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 丝绸之路的开通 为西域乃至印度的僧人 进入汉地弘扬佛法 提供了便利条件 正是这些僧人的前来 让一心弘法扬道 整肃佛律的法显 寻觅到了完成使命的方法 为了规范教化中土的僧团 法显以其独有的虔诚与坚毅 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险的道路 那就是西行到佛法的发源地印度 只有那里才能得到佛法戒律的真谛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 一个花甲老人 是怎样鼓起探索的勇气 决定向着布置终点的远方前行 这也许是信仰的支撑 更或许是一代中国僧人的担当与执着 经书借由天主而来 我被与其坐等绿藏东传 不如自己前往天主去去 凭辞一政终必求之心 公元399年 法显离开了长安 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随行的还有十位志同道合的僧侣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里 一个62岁的老人 该怎样穿过万里观山 寻找到理想中的佛国呢 同行的僧人不知道 法显也不知道 但是他却知道 只要一席上村 自己就要向西而行 公元400年7月 法显一行 得到敦煌太守的资助后 西出玉门关 踏上了广袤的西域大地 很快 他们就面临了西行路上的第一个难关 白龙堆沙漠 白龙堆沙漠又称为沙河 位于今天甘肃瓜州和新疆哈密之间 方圆300多公里 是古代丝绸制炉的主要通道 以凶险之名 让往来的客商望而生畏 此时正值初秋 暑热微笑 连绵起伏的沙丘 就像大海的波涛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发出金色耀眼的光芒 可是 当进入大漠深处 法显就领略到沙漠的变化无常 法显在他后来的游记 《佛国记》中 详细记述了穿越沙漠时的情景 沙漠之中经常由恶鬼横行 热风肆虐 行人若不幸遇到便必死无疑 无疑能够幸免 沙漠之中 天空无有飞鸟 地上无有走兽 寂寞死亡 想要寻找走出去的路径 却根本不知道 有什么东西可以参照 只有一近处堆砌的死人枯骨 姑且作为我们可以行路的标记而已 这些坚毅的囚乏者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跋涉了十七个昼夜 一千五百里路程 终于穿越了白龙堆沙漠 到达西域的第一个小国 善善 善善的国都固执 位于如今新疆的罗布泊 它还有一个更让人熟知的名字 楼兰 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度 因为频繁的商旅往来而繁荣一时 这个国家由于战乱 以及流沙袭击而被淹没 销声匿迹一千多年 直到二十世纪初 才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掘出来 法显到达楼兰的时间 是在它彻底消失的一百多年前 正值它最后的辉煌 法显在游记中 曾这样描述过楼兰的风土人情 当地俗人所穿的衣服 与汉地类似 只是质地不同 是用毛或马制成 善善国王信奉佛法 这里大约有四千多名僧人 都修习小城佛法 细心的法显还发现 这里的人们奉行印度的生活习俗与法律 国中僧人也以印度的梵文为专用的语言 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法显向西取法的决心 法显一行 在楼兰修正一跃有余 继续上路 在经过了不慎友好的烟溢国后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来到了西域第三个国家 渔田国 也就是今天新疆的河田 对于尖南跋涉于此的旅客来说 渔田国是疲惫的旅途中 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理想之所 但是此时的法显心中却十分忧虑 因为这个壮丽的西域国度 曾是一位西行求法僧侣的终点 而今天 这里是否也会成为他前行的阻碍呢 事实上 西行求法并非法显首创 中国历史上 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当属公元三世纪的高僧朱世行 公元二六零年 朱世行去往印度 以为求取真经 他经历了艰苦跋涉后 到达渔田 然而 当时小城佛教 在渔田 具有极高的地位 信封大城佛教的朱世行 在这里受到阻挠 不能继续吸进 甚至不得回国 余田也成了他的人生终点 时隔一百四十年 法显也来到了余田 熟知这段公案的法显 心情忐忑万分 朱世行的终点 能否成为法显的新起点 他能否克服宗教的分歧 将中国僧人的求法之路 继续向西延伸呢 法显心中 没有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